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重要的不得了 你一定要记住 第一个是电厂的高斯定律 它是等于Q 通常这enclose都不写的 这Qenclose的通常我们enclose不写的 就写Q 你要知道这个是 它是什么意思了 这个 这个是什么 高斯定律 然后第二个呢 磁场的高斯定律 磁场的高斯定律 好 第三个 Ampers law B.ds 要等于 Mu0IF 再加上 Mu0Y0 DE OVER DT 这应该有一个 A 才对 这个是 这里有个 A 我这里有没有漏到一个 A 我这里有没有漏到一个 A 我这里有没有漏到一个 A 这里 I A 好 那这个 这个乘A呢 如果是均匀的话 它就等于什么 电场的 Flux 对不对 就等于电通量 就等于电通量 那 这个是这样的写法 那么有一种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 我们把这个 用这样的写法 I F 加上 Mu0 Y0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写 Parsure E over Parture T D A 因为这个就是 Flux 电场的 Flux 那为什么这里写 Partial Derivative呢 因为你这个积分是对空间积分 所以它是空间的函数 它又是时间的函数 所以你对 对时间为非你就应该写 Partial Derivative 那 那我们 你们现在那个书上没有写这个样子 但是你到二年级的 电磁学就写成这个样子了 你们现在就是说 有一种写法就是 你把这个 当做是一种均匀的 电场均匀分布在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把它写成这样子 D D E OVER DT 你可以写成这样子 也可以写成这样子 OK 写成这样子 你们书上好像是写成这个样子 Max Equation 它写法很多很多 它不是乱写 它就是 我可以这么写 如果是均匀的话 那么 如果这个 电场在空间不是均匀的话 就用这样子写 还有的就是 就是把这个 Y0 乘到1 这个地方来 就叫做 Electric Displacement 我们不是讲过 界电值吗 Electric Displacement 好 那这个是 第三个 第三个 OK 我干脆啊 这个地方啊 重写一次 就是说 这个地方 可以写成这样子 所以这些写法都对 Mu0 Mu0 I F 加上 Mu0 Epsilon Vero D5 E Over DT 写成这个样子的话呢 就是把这个电场 当作是 你写成这样子 你写成这样子 把这个电场 当作是均匀的 均匀的 分布在这个界面上面 但事实上 我们这样写的话呢 它就不见得是这样子了 它可以等于这个样子 OK 如果是均匀分布的话 一般就是写成这样子 或者是这样子 这两种都可以 好 还有一个定律 叫做法拉第定律 我们写到这里来 法拉第定律 就是我们后来讲的 法拉第的积分式子 法拉第定律的积分式子 它本来在这个 最原始的时候 这个就是EMF EMF 它是等于 D phi D phi D phi B over D T 你也可以把这个写成这样子 这是写成积分的样子 你们书上好像是 写成这个样子 写成这样子的 那这个叫做高斯定律 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知道 导体有一个特性 就是说导体的内部不可能有电场 也不可能有多余的静电荷 有多余的静电荷一定分布在导体的表面 这是高斯定律出来的 我们做实验果然是这样子 所以它的实验证明就是这样子 那这个是磁场的高斯定律 它的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呢 因为我们发现所有的磁通量 磁力线都是头尾相接的 都是封闭的 那也就是表示 也就是表示我们电场 它是开放的 它是这样子的 从震的出来止于负的 它有两个级 但是磁场没有 磁场的话呢 它一定是两个级同时存在 所以它是头尾相接的 OK 头尾相接的 那这个证明就是说 我们现在发现的磁铁啊 都是南极北极在一起的 你就把这个碎丝万段 每一段都还是有N极S极 那么这就是一个证明 OK 那再来就是安培定律 安培定律 安培定律是说 有电流会产生磁场 这个我们做实验就可以知道 然后还有呢 就是电场随时间改变的时候 也会产生磁场 两种方式都会产生磁场 有电流 或者是电场随时间改变 那这个法拉第定律就是说 磁场随时间改变 会产生电场 这也实验可以证明啊 那么这个是法拉第定律 这是安培定律 我们都要把这个 如果将来啊 你们在考试的时候啊 到外面去考啊 考研究所啊什么的 他要教你把这四个 那时候是八个 四个唯分式 四个积分式 这是积分式 你写出这个之外 你要注明它是 安培定律 OK 那这个就是法拉第定律 法拉第定律 这个是法拉第定律 时长改变 随时间改变 会产生电场 这一组叫做Maxwell Equation 这一组啊 非常的重要 这一组他到现在啊 已经发现好久好久了 都没有人敢去修改它 牛顿定律啊 出来的时候很好用啊 但后来呢 爱因斯坦出来 他发表了 狭义相对论 就发现 牛顿定律啊 不适用 不适用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当你物体 的速度太快的时候 快慢就说 你跟光速比起来 差很多很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以用 牛顿定律啊 就适用在这个范围 但是你的速度快接近光速的时候啊 牛顿定律就不能用了 那么相对论出来以后 又有一个量子力学出来 量子力学出来啊 牛顿力学呢 又修改了 量子力学说牛顿定律啊 只适用于一个 什么样的环境呢 就是那个地方的物体啊 几乎是你肉眼 能够看得到的 那么大的物体 才可以 如果物体 小得到 像原子那么大 你肉眼看不出来 小得 那么小的时候 牛顿定律就不能用 但是相对论 跟量子力学 都没有修改这里面的一个点 连一个点他都不敢修改 就是说他完美无缺啊 因此爱因斯坦就说 这一组equations 是宇宇宙当中啊 最完美的 一组equations 最完美的 那么 其实我们发展到现在 一两百年啊 这个词 电跟词的理论啊 没有改变过 我们只是说 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去 新的应用 但是他基本的原理呢 没有改变 那么 这个是 Maxwell's Equations 好 那 我们接下来呢 就要看 交流电 交流电路 接下来 我们看 交流电路 就是说 你的EMF的电压 如果会随时间改变 会随时间改变 比如说 他经过一个电阻 电阻两端的电压 一下子这边正 一下子这边负 他大小也在改变 一下子又变成 这边负的 这边正的 他会 这种改变的 那么 这叫交流电 那么我们现在看看 在交流电里面呢 他的 电路 我们怎么样子来处理 这个 在一年级的交流电呢 可以说 非常的 重要 你们到二年级以后 他会用这个 浮数 来 complex 来 表示 交流电路里面 像这个 电感器的 电阻 电容器的 电阻 等等 他用浮数 来表示 但是我们这里的 不是用浮数 可是 你还是要把 最基本的东西 要记起来 这里有很多东西 要你 要你去 记的 这个 一定要特别的 注意 OK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 分三种 最基本的 电路来看 第一个是 纯电阻电路 纯电阻电路 那么 他的 circuit 是这样子的 假如我们这里头 用一个 EMF 好 我这么写 就表示 它是交流电 跟以前的 这个 这个不一样 以前是这样子 对不对 以前是这样子 这是直流电的 电源 这个是 交流电的 电源 好 我们把这个 电源呢 就直接到 一个 电阻器 上面 这是R 好 那么 交流电 就是说 一下这边 正 一下这边 负 一下这边 负 一下这边 正 那我们一般的 这个交流电 它每一秒 变化六十次 六十次 好 那么 我们通常会在这里 画一个正负 不是说 这里永远是正 这里永远是负 而是说 就在这一时刻 这一个时刻 是这样子 也许下一个时刻就变了 对不对 就在这个时刻 我们假定这个电路上的电流是I 我们假定这个 我们令 电动式 它是谁时间改变 它是sine的函数 sine的函数 那么也就是说 那么也就是说 它的电压跟时 电动式跟时间的关系 它是这样的一个电 是正旋函数 正旋函数 OK 是这样子的 那这个就是 E maxima 这个就是 负的E maxima 好 那现在我们要问 这个上面的电流 是多少 电流是多少 这个就跟我们以前的直流电路 差不多 这个最简单 那我们就把 这个 用以前的欧姆定律 就可以知道了 比如说 这个时候电流是这个 电流经过这个电阻呢 它就会产生一个压降 对不对 产生一个压降 好 那么 我们走一圈的时候啊 压降要等于压身 那也就是说 VR 要等于 epsilon VR等于epsilon 我们都写它是时间的函数好了 好 我们都写 这个是时间的函数 因为EMF也是时间的函数 好 这个是 根据科西合乎电压定律 好 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EM EM Cos Si Omega T 因为它就等于这个嘛 就等于这个嘛 好 但是我们把这个写成交流电的话 就是说 它会有一个 VR 这是它的ampitude 那么 就是说 这个就是一个 VR 这个 ampitude 电压在变 它最大的就是 最大的电压就是VR 好 从这里头 我们 可以写说 好 这个VR 它就等于 E Max 这个是电阻器的端电压 电阻器的最大的端电压 有没有写电阻器端电压 的最大值 那这个就叫做 写到这里 这就等于说 电阻器电压的 正伏 或称为电压正伏 电阻器 两端电压的阵幅 它的电压是随时间改变的 它就是它的一个amplitude 就是一个amplitude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电流 这是电压的关系 那么这个电流有什么关系呢 根据欧姆定律 根据欧姆定律 由欧姆定律 我们知道IT就等于VT over R 等于电压被电阻来除 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写成 V R over R 乘上Sci Omega T 它也是随时间改变 那这个就等于它的振幅 我们可以写成是I 写成IR 我们用IR来表示 所以这个电流呢 也是这种形状 那么它的最大电流 IR就等于V R over R 这个是符合欧姆定律 这个合乎欧姆定律 这个合乎欧姆定律 那现在 我们就可以下一个结论 下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就是这样子的 结论就是 在交流店 这就是交流店 交流店里头 它有一个政府 这个叫什么 叫做它的相位 相 face face 那么 这个就是它的face angle face angle 我们看这个电流 电压跟电流的 这个形态 它也是 一个政府 那后面呢 它是Sci Omega T 它也是 Psi Omega T 那就表示啊 在纯电阻里面 经过电阻的电流 跟电阻两端的电压 同向 同向位 OK 我们等等看 电感电路 跟电容电路 你就会看到 这两个量啊 它的相位不相同 好 第二点 因为它是这种形态 有amplitude 有相位 相位相同 第二个呢 它们的 amplitude不一样 amplitude是满足这个关系 Ir 要等于 Vr of r 这个是什么 这个 本身就满足欧姆定律 本身就满足欧姆定律 那也就是说 电流的 政府 跟电压的政府 满足欧姆定律 我就简单的写 就是 Ir gvr 服从 欧姆定律 服从欧姆定律 OK 好 我们现在 把这个 画一个图形来看看 画一个图形 把电压跟电流 因为它是交流电路啊 那么它们都是sign的函数啊 电流跟电压都是sign的函数啊 我们就画在这里啊 好 这是时间 这个地方又可以是电流 又可以是电压 好 我们现在把电流 画一下 电流 我们画一下 我把这个画高一点 这个太矮了 太小了 好 假定这个是电流的话 好 假定这个是i t 好 那么 它这个地方就是i 就是i R 最大的正幅 OK 好 这个下面这个呢 就是 负 I R 负 那么它的电位 电压跟时间有什么关系呢 同向就是说 同起同落 它最大 V也是最大 I最小 V也是最小 这叫做同向 同向 OK 好 那么这个最大值啊 就是V R V R 所以它是一个同向的 那还有 我们看到 这个量 是一个最大值 我们看这个 V R 它是一个最大值 乘3 Omega T 它也是一个最大值 乘3 Omega T 那 这种量 这种形态的量 我们可以把它用一个 叫做旋转向量 这个向 这个向不是我们一般的方向的向 它就是 向位的向 向量图 我们看 I 看这个 电流 与 与 电压之向量图 我们 画在这里 比如说 这个电压 电压 你可以看成是有这么一个 一个向量 我们把箭头 我看哪一个画的比较大 我先画电流好了 这是IR 这个箭头的长短 就是代表电流的振幅 它不变的 但是呢 它在这个地方 以Omega的角速度在旋转 这一端是固定在圆点上面 这个地方在旋转 这个叫做向量 它跟一般的Vector不一样 Vector是可以移动 可以从这里移到这里来 但是这个是端点一定固定在这里 它只能在这个地方转 因此这个叫什么呢 叫做旋转向量 旋转的向量 那也就是说 这个角度啊 如果它最初在这里的话呢 T等于0在这里开始 那这个角度就是OmegaT咯 就转到这个地方咯 那么在这一秒的时候 电流是等于什么呢 IR乘上sinOmegaT 就是这一段 这一段就是 它在重轴上面的投影 重轴上面的投影 如果当初我们假设是 这个等于cosOmegaT呢 cosOmegaT的话 它就是在这个地方的投影 这个地方的投影 OK 这个地方的投影 就是sin IT等于sinOmegaT 那么电压跟电流同向 那我们也可以画 电 电压 我们用这个 VR 所以两个在一起 两个始终在一起 怎么转 它怎么转 它就怎么转 它速度多快 它就速度多快 那 它也是一样 它在 重轴上的投影呢 就是VT OK VT 它在这里绕的时候 I就是这样子改变 它绕一圈回来 它就是在这个地方 改变 在这个地方 它的值就是从最大值 到最小值 然后又在这里来回的震荡 OK 这个是 我们看这个电流跟电压的向量图 好 再来我们就看 纯电容电路 好 我们 画一个 好 这个 仍然 我们假定 它还是这个 还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假设 在Time T的时候 电流是这个 IT 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两边会有一个电压 这一瞬间有这个电压 那我们就用柯西和夫的电压定律来列方程式 我们有 K VL 得 我们的 VC 要等于 E T 等于 E T 压降等于压身 好 那这个是等于 E M Sine Omega T 等于 等于这个 好 但是这个呢 VCT是什么东西啊 VCT我们只知道 它是等于Q over 它是等于 C V 我们 我们先看这个 好 这就是V V 没关系 我们就写这样子 这就 令它等于 VC的Sine Omega T 因为它 始终是 也是这个函数嘛 那么它的 电压呢 的Ampitude就是VC 就是VC 所以VC跟E M 是同项 但是电流不是哦 我们要看电流 那么我们就先看Q好了 Q是等于 C乘上 VT Q等于C 乘上VT Q等于CV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 带进来 等于C 乘上VC的Sine Omega T 这是Q 跟时间的关系 好 那么我们现在看 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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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流等于什么呢 等于DQ Over DT 这个是代表 几板上的电荷 T秒时候的电荷 的电量 那么DQ Over DT 就是几板上 电量的 增加率 它的增加率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维分一下 好 它就变成 VC 乘上Omega C 好 那这个就变成 这个维分呢 就变成 Cosine Omega T 变成Cosine Omega T OK 好 那么我们 通通把它变成Sine 比较好比较 一个Sine 一个Cosine 我们不太容易 比较出来 它的香味 是什么 我们就把这个 也画成Sine 好了 OK 好 画成Sine 那么它就变成 它可以变成 VC Omega C 乘上 Sine Omega T 加90度 你看 这个加90度 就是Cosine 对不对 就是Cosine 好 那它现在 也是Sine的函数 不过现在它跟 电压 不同向 不同向 好 它的Ampitude 是什么 是这个 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写成 I C 呈上Sine Omega T 加 二分之π 那 它的政府 电流政府 跟电压政府 有什么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这里 就知道 这个地方的 IC 它是等于 VC 乘上 乘上Omega C Omega C 或者我们 就把这个 可以把它 可以把它当作是 VC 被一个 电 因为电流是 VC被电阻 来除了 现在它不是一般的电阻 我们把这个量呢 把这个交流电里头 这个 电容器的这个电阻 我写成这个样子 写成这个样子 一比较的话呢 我们就得 XC 要等于 Omega C 分之一 Omega C 分之一 这就是电阻的主抗 我们写这个是 电阻的主抗 电抗 电容的电抗 我们称它是 电容 电容性的 电抗 电抗 好 那么 我们现在 从 以上的 结果 我们可以得一个 这样的一个结论 我们现在来下结论 好 那么 结论是这样子 的电流 I CT 它要 比 VCT 要超前 超前VCT 二分之π 也就是这个 我们把这个写一个C好了 VCT 就是说 经过电容器的电流 是电容器两端 跟两端电压 它的相位 它要比它 电流要比它 多一个 二分之π 这个叫超前 二分之π 超前二分之π 还有 我们就看它的 Ampitude的关系 IC跟VCT呢 是满足这个关系 IC 是等于 VC 被XC图 就是说 你如果把电容器的 电抗 写成这样 把它当做是电阻 那这个我们 写一下 这个是等于 Omega C分之1 就是说 电容器的电容是C 你乘一个Omega 以后呢 它就变成一种 电阻的单位 就是电抗 变成电抗 电抗的单位 它就变成电抗 那么这个单位呢 是欧姆 是欧姆 那么 电流的政府 电压的政府 跟电抗之间 它满足欧姆定律 欧姆定律 它是电抗在这里 这个地方是电抗 满足欧姆定律 那么 也就是说 这个它是等于什么呢 等于 2πF C分之1 那么电容器的电抗 它是跟 frequency 成反比 frequency 你这个frequency 越大 电抗就越小 就好像电阻越小 因此 你看电容器 在直流电里面 直流电里面 这frequency是零 frequency是零 那么 这个就是无穷大 无穷大的话 电阻无穷大 电流就不会过了 所以呢 直流电 没有办法流过 电容器 但是交流电可以 因为交流电 它是跟F层反比 你F值越大 这个越小 你在交流电里面 你这个高频的交流电里面 那电容器 就好像是短路一样 就说它可以容许 交流电通过 因此它是一种 滤波器 它在电路里面 电容器 只许交流电过 交流电的电流通过 它不许直流电的电流通过 OK 那么这个是 我们可以这样子 F等于零 XC 等于无穷大 这是直流电 那F 当然越大的话呢 那这个就越小了 这个就越小了 那么也就说 电容器呢 允许交流电通过 直流电不能通过 直流电路 不能通过 电容器 交流电可以 交流电 因为交流电 它不是 不是极大值 好 现在我们也把这个 这两句话呢 这两个 这向量图 跟 跟这个 它们的 向位图 都画出来看看 好 这个是 电流 比如说 这个是IC 那么这个 最大的地方 就是它的 Ampitude IC 那么它是 T等于零的时候 它电流 有极大值 极大值 这是一个 Cosine Curve 这是一个 Cosine Curve 就是这个 是一个 Cosine Curve Cosine Curve 那么电压呢 电压是这样子的 好 这两个 Ampitude不一样 这个是 VC 这个是 VC 小V 小写的 就是代表 它跟时间 有关系了 跟时间 有关系了 好 那么 你看它 T等于零的时候 它是零 它是一个 Sine Curve Sine Curve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知道 这个 I啊 它是 先到 它比 它比这个 VC啊 要超前 一个 90度 比如说 它先到 然后在后面 这个 才上来 那么这个 那么这个是 ICT跟 VCT的 关系 那现在我们看 它们的 Facial 好 那么我先画 这个 VC VC 这个向量 转动向量 它以 Omega的 角速度 在转 如果T等于零的时候 从这里 开始 那这是 Omega T 那电流的 向量呢 它要超前 它90度 那就是 在这个 方向 这里是90度 这个是 IC 它也一样 以Omega的 角速度 在走 它两个都是 它始终是 这样跑 它们当中 始终 夹 90度 这个要记住 电容器 是 电流 超前 电压 电容器 经过 电容器的 电流 超前 电容器 两端的 电压 90度 这要记住 那么 这个 就是 ICT 它在这里的 投影 就是 VCT 这个是 它们两个 向量的关系 向量的关系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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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